浑身上下都是病,到底是哪出了问题,病症反复发作,却潮无病因,身体到底有没有疾病?专家告诉我们,这样的身体确实有疾病,如果不加以调理,最终会导致各种心脑疾病,代息疾病和精神疾病等。 那么查不出病症的疾病到底是什么问题,我们的身体又出现了什么状况呢? 国家疾病老中医好万山教授,有办法,体内的天空是什么? 国家疾病老中医好万山指出,身体出现头晕头痛,胸脑气短,胃痛感酸,不屑便秘,全身串通,心悸失眠,记忆力减退等症状,又无法查出确切病因。 就要警惕是您身体内的天空出了问题,天空不清,少阳不窄,人体内的天空如果乌云逆步,就会影响体内少阳的展发。 人体的五脏六腑,都需要少阳担负的阳气来激发和推动,因此输达少阳,可以调治百病。 体内的天空在哪里?三腰就是我们的天空,人体的天空在哪里? 好老告诉我们,人体的三腰就是我们的天空,三腰通行元气,运行水谷,将营养物质运送到各个脏腑。 三腰具有通行元气和运行水谷的功能,因此,三腰如果不畅通,就如同乌云密布的天空, 人体的每一寸土地,都无法接收到阳光,导致浑身上下产生各种疾病,怎样书调三胶? 郝教授带来的传世之宝,就是处自金贵阳略的一个经典古宝,橘子姜汤,仅有三味药,却有四两罚千斤作用,能够礼器化痰,畅达三胶。 在临床使用非常广泛,橘子姜汤,橘皮30克,生姜15克,橘子姜汤和温胆汤。 橘子姜汤和温胆汤,是三胶不畅的经典古宝,临床上用于各类疑难杂症,柴贵温胆定制汤,好老经过几十年临床经验总结, 结合了小柴壶汤,橘子姜汤,柜枝干草汤等多个金房,创制了更适合现代调畅三胶的方子,国艺之宝,柴贵温胆定制汤,在临床治愈了各类疑难杂症,柴贵温胆定制汤,柴贵温胆定制汤具有和书记,解御节,畅三胶,化堪拙,宁神社的功效。 该方既针对少阳打的阳气展发不动,也针对了少阳三胶代谢不畅,五云密布,雾气弥漫,对调整人体的表里内外,上下左右,五方六腑的疾病都有作用。 郝教授的养生之道,从零下三十度到三十八度的地方没有任何不适反应,讲课两小时不需要喝水,负面情绪很快解除,这就是三胶畅达的表现,也是今年七十四岁的郝老目前的状态。 郝教授有什么养生秘诀,原来就是坚持练习腹式呼吸,腹式呼吸,雷尖肌肉不要动,吸气的时候,肚子轻轻地鼓起来,隔肌下降,把胸腔的纵径拉开,空气进入肺,呼气的时候肚子轻轻地扁下去,隔肌上升,胸腔纵径缩短,空气排出体外,呼吸时要做到细径匀长,不喘不及。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,肠道功能与大脑联系密切,因此又被称为腹脑、肠脑,它与大脑之间,有一根迷走神经连着,两者就像一根疼伤的两个瓜,容则俱容,哭则俱哭,所以经常练习腹式呼吸,能改善睡眠,缓解情绪,可以有效调节身心健康,益处良多。 大家可曾记2002年郝老师,伤寒论课程经讲,是屏风里一时,曾经以无数学子踏上玄狐济时之路,如今已经十余年过去了,比起当年,郝老师对伤寒论有了更多的感悟和不同的理解。 宝剑峰唐十年终于出伤,为中医学习学好伤寒打下身后基础。 郝老师73岁高龄,故此辛苦,将中奖伤寒论。 本次课程由国医大师倾心讲解,干货马满,网络直播伤寒论经讲课程四十节。 相信大家将会有不一样的收获,顺利通过毕业策论,考核的学员合议申请,获得号案筛教授唯一认证重温上含论学习电子证书。 详请点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